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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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變神之鋼 四代傳生系列裡面的 野獸大戰裡面的 火龍王 死給 其實他應該還是叫做恐龍王啦 只不過因為火龍的腕時 所以比較好分辨啦 那你拿到這個玩具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翅膀上面的手手手 它是鑽反的 你就跟盒子對比一下 應該都是鑽反的沒錯 那你要換這個爪子的時候有點麻煩 因為它的螺絲沒有辦法把它打到旋開的狀態 它一定會有一點 你要硬斑才行 所以這個方法呢 可能不一定好用啦 你就參考一下 不一定要換 那應該就是左邊這個樣子啦 所以這一瓶它都是鑽反的 它是保得拼管又出問題了 那只過千絲萬苦終於換好了 叔叔沒有練過 小朋友不要模仿 那我覺得最酷的就是它的翅膀 是有點半透明的橘色的零件 這有點像是自由鋼彈一樣 非常的帥 那我覺得成本都在這個翅膀裡了 超帥的 而且它的翅膀還有一些建成的塗裝 還不錯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翅膀它都是有樓空的設置 可能當年的設置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背後這兩個小手手 它是可以轉動的 翅膀可以擺動 也可以縮起來 展開來 那它的姿勢膀的後面就是火龍的尾巴 它是可以轉動的 一節一節的 相當的精緻喔 這邊也有三個爪子 應該裝到右手會比較帥一點 那它的背包是有卡扣可以扣住的 就是這個凸對一這個凹 那我可能剛剛都沒有扣住了 扣住之後它就會比較穩定了 那它的肝門後面呢 是兩個爪子般的結構 把它夾起來還蠻有特色的 頭頂還蠻酷的 這是火龍風格的帽子 那裡面是恐龍王的頭啊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嘴巴的牙齒 有點實怪啦 因為我記得恐龍王的臉 應該是很帥的那種人嘴 那不知道為什麼玩具 都喜歡做成咬牙蟹齒 那這個版本更是誇張 做成這個尖牙裂嘴的感覺啊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頭盔跟恐龍王的頭 有點沒有融合到位的感覺 但是原始的設置就是這個樣子 那頭是可以左右的旋轉 雙眼是紫色的塗裝 那它的安全帽有一個紫色的透明零件 那包括它的額頭 也有一個圓形的黃色零件 胸部則是很有生物感 很有肌肉的風格 最厲害的就是這兩個爪子 扣在這裡當作是一個裝飾品 那它不是一個假的零件 所以還蠻精緻的 但是我會覺得比較猥褻一點 就是這兩個爪子 一直在抓它的內內 所以它是一個隨時隨地都很敏感的男人 難怪恐龍王的口頭上就是 YES YES 它的腹部有一個原型的透明的零件 那還蠻漂亮的 那它第二帥的地方 就是它左手的這顆長長的龍頭 連身那種肝蛋都要乾半下風 但是我小時候比較不喜歡沒有拳頭的知識人 這個地方也是看了很久才習慣的 所以它的手臂就可以360度旋轉 那是死輪關節 一個一個的 二頭肌旋轉有很多二頭肌 那很多啦 看你要走哪一個 它每一個龍頭都可以獨立的彎曲 因為它是球形的關節 那這個龍頭的頭雕也是雕刻的非常好 很有生物感 塗裝也不錯 嘴巴是可以開合的 那嘴巴裡面還可以塞這個特效零件 就是代表吐火的意思 非常的酷 而且這個火焰的透明零件也非常的漂亮 那它的右手就是正常的手 所以該有的關節都有 手臂360度旋轉 側抬 二頭肢旋轉 手肘彎曲 拳頭可以折 這個是辨識的需要 說明書是叫你拿這個火焰的特效啦 看起來就像一個棍棒一樣 可是有點怪怪的啦 怎麼會拿一個火把在手裡呢 它的腰部可以旋轉 齒輪的關節 腳部該有的可動度都有 側抬 前抬 四蓋彎曲 超過90度 水平的旋轉 那這邊有稍微的偷焦 小腿還可以折疊一段 這個是辨識龍的需要 腳掌可以往前往後 也有左右的接地 膠地板有稍微空洞偷焦的地方 留意一下兩個小腿的造神是不一樣的 如果拿到一樣的就值得拿去換喔 那跟本來的恐龍丸比較一樣 可能高度方面是差不多的 它稍微高的一點點 但是造神方面呢 我比較喜歡本來的恐龍丸啦 因為我比較喜歡暴龍 重量方面可能是恐龍丸比較重一點 因為它的零件有兩層嘛 但是這個有翅膀 而且脖子可以完整 可能成本都在這裡了 那跟至尊全力的神火之鋼丸 擺在一起就是高度上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是玩具的靜致度呢 是這隻火龍丸比較高一些喔 那神火之鋼丸真的就是非常可惜 它如果出現在Legas這個系列的話 應該就可以再做得更好一些 神火之鋼丸看起來 船頭比較有力啦 可以一群皺扁火龍丸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行變形 其實它的變形過程蠻簡單的 但是還算蠻有趣的喔 那就開始吧 Beast Wars 就聚了 不應該就可以了 那個細菇 就有一點點 將會比較高一點點 加倍速度 再全細菇 也對 oll… 夠了 是 有一點點 零件 已經有一定 是 完成 火龍腕的火龍型態 死黑 那造型很像寶可夢的那隻噴火龍啊 非常的帥 那大部分的關節就是知識人的關節了 但是多了一個這個手臂的關節 非常的精緻 很靈活啦 那好像都可以玩去喔 該彎的地方都可以玩 爪子可以旋轉 這邊也可以旋轉 非常的精緻 噴火龍當然一定要吐火龍 非常的帥 這個火龍腕的尺寸上還不錯 因為脖子很長 再再又有翅膀 就會讓它感覺很大隻 那尾巴稍微有一點點短 但是還可以接受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這邊有破綻啦 就是可以看到拳頭肉在這裡 就有點可惜 多做兩個蓋板 蓋住這邊 或是這一塊做的長一點 遮住的話應該會更好 孩子寶你又調皮了 那留意一下這塊黃色的脖子領事人 有些人拿掉可能會沒有 就值得檢查一下 那我覺得龍型比姿勢的還要算 因為比較協調一點 龍的身體設置的蠻漂亮的 也是不對上的結構啦 這邊有一塊橘色的透明引擎 非常的精緻 我覺得這個大腿稍微有點可惜啦 我以為它會有一個莊長把它移到上面 那可能自我版的設置就是這個樣子 那跟初代的恐龍王把這一型的感覺是還不錯啦 但是辨識過程跟精緻度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初代的恐龍王是做的比較好的 但是我是覺得兩隻玩起來都不錯啦 但是怎麼沒有出二代呢 我覺得二代也很帥 整體來說我覺得做的不錯啦 應該是四代船身裡面的壓軸吧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